皮笑人生 Hi 大家好 我是Kiki 這兩週影視圈最大的消息莫過於 Disney Plus 正式登台啦 最近有LINE群組都在問說 欸 有人又加加Disney Plus嗎? 差兩個一個月七百 有人要加嗎? 那我自己是在第一家12號正式登台之後 因為我姐剛好有買一張號 我就用了幾天 然後又在 Instagram 上收集很多粉絲的意見 整理出幾個Disney Plus 的優點和缺點 以及有哪些方案怎麼買最划算 那我先說 這一集沒有任何的贊助賞 Disney Plus 或是其他電信也沒有找我業配 我本來就想要做一集Disney Plus 的真心話 所以 在我開始分享之前 還是要麻煩大家先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開小鈴鐺 這樣就不會送更多精采影片囉 其實大家想要訂閱Disney Plus 最大的誘因就是它有六大品牌 包括迪士尼 漫威 皮克斯 星際大戰 國家地理 和福斯 他們有超過1200部電影 還有16000集以上的影集 那首先 漫威名該會瘋掉 因為不管是漫威的動畫還是真人電影 突然之間一次擁有的感覺超爽 而且連之前很紅的上氣 還有他們的人氣影集汪大雨幻世 觀眾通通通都可以看得到 那因為我知道有很多人講迪家的漫威作品 所以我今天想要講一些 不是漫威作品 但我依舊被他們吸引 並且想要訂閱的片單 首先 迪士尼的部分 當然就是我的童年啊 什麼冰選奇人 那個太年輕了 我小時候都在看 孟漢娜 查克與寇蒂 麻辣女孩 就是那個 call me beat me if you want to reach me 對 就是整個回憶殺你知道嗎 那皮克斯也一樣 就是不管是短片還是長片電影 通通都可以看得到 那最近最吸引我的長片電影是 露卡的夏天 我打算這個週末去台中看 另外國家地理的部分 我覺得有很多人一定沒想到 國家地理不只有 動物大自然的環境等等的節目 他們還有很多的紀錄片系列 我常常在Facebook上面滑到空中浩劫的片段 就他每次都只給你一小段 後面的話你就要等待他的下集 等待他更新什麼的 所以我就覺得心癢癢的 可是要自己去找正片又很麻煩 所以Disney Plus有這個節目 我真的超開心 除此之外呢 還有最愛的節目 機場防衛隊 聽起來有點鳥 但他真的很好看 他就是在專門記錄那些 經常有毒品交易 有些不怕死的乘客 人家跟你說 你要幫我帶什麼什麼東西 到那個國家之後 我就會給你巨額的費用 所以有很多人就會把毒品 骨科藏在行李箱 衣服甚至是身體內部 所以警察和棄毒組 都會很厲害的一一救出 哇那個過程真的是非常的緊張又刺激 那這節目是記錄全球的機場 還有另外一個同類型的節目 叫做走私追氣令 是專門記錄美國機場走私毒品的過程 兩個節目單集都不到一個小時 所以我覺得還蠻適合吃飯的時候看的 那還有另外一部影集 也是我被Disney Plus燒到的最大誘因 就是他有美國影集火速救援最前線 因為在美國如果你打119 最先接聽電話的是調度員 不是消防隊 所以火速救援最前線是以警察 消防員和調度員的故事為主 描述他們是怎麼在高壓環境中救出傷患 包括飛機失事 大地震撼海嘯等等災害 也會探討很多這些職業的職災和心理創傷 簡單來說就是火神眼淚超級加強版啦 我超愛這部影集 大家有機會一定要去看看 但低加還是有一些比較可惜的部分 如果你是音樂劇名應該會很失望 說好的Hamilton居然沒有上架 只有演員的採訪影片 那我知道有些觀眾可能很疑惑 為什麼有很多人說沒有這部很可惜 超立方也講我也講 Hamilton到底是紅在哪裡 來 身為資深的音樂劇名我要解釋一下 Hamilton是近年來 在音樂劇圈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作品 又Rap唱音樂劇講述美國歷史 歌又好聽票房又超級賣座 只要白老會一開買Hamilton就是鳥殺 你會不會很好奇這部作品到底厲害在哪裡 不能出國還是想要有機會在線上看到啊 所以才有這麼多人都很期待Hamilton可以在Disney Plus播出 那除此之外呢 有很多人說Disney Plus好像都只有舊片 沒什麼新的作品 確實啦漫威還有Disney有新作品的話 一定都是現在電影院首輪一播才會放進Disney Plus 影集的話大多都是以歐美作品居多 但這也表示接下來院線片 只要是這六大品牌的作品 沒意外的話應該都會收緊Disney Plus 那亞洲原創作品可能還要再等等 因為Disney Plus最近也要搶攻韓劇市場了 像是丁海銀和Blackpink的基屬 主演的韓劇雪醬花 以及江丹尼爾和蔡霄冰主演的錦啸菜鳥 都是Disney Plus接下來要主打的原創作品 台灣原創作品的部分 有桂倫梅主演的台北女子圖鑑 還有陳柏林 郭雪伏正義的算法 Disney Plus和Netflix在亞洲自製劇的部分 不管是市場還是作品數量當然還是有落差 但如果給D家足夠時間的話 我想還是蠻值得期待的 接下來就是比較現實的部分 Disney Plus的使用介面好用嗎? 有哪些優點跟缺點呢? 首先我現在講一下的缺點好了 我覺得Disney Plus在看影片的時候 比較不方便的地方有四點 第一點就是不能調整倍數 比如說有些劇情接受太慢了 不能加速觀眾就會覺得很阿扎 第二點就是 自動播放功能不完全 為什麼我說不完全呢? 因為我在Edition上其實有問大家 就是Disney Plus你們有什麼樣的心得感想 有很多人跟我說 他們沒有自動播放功能 或是要等到片尾工作人員名單 全部播完之後才會跳出來 那我自己只有部分影集 是等到片尾工作人員名單結束之後 才有跳出那個畫面 但是大部分影片都是有正常播放 在對的時間點跳出來那個自動播放功能 所以我不太確定這是不是APP的個別BUG 那這點呢可能要等他們的APP更新之後 才有辦法解決 那第三點呢就是 螢幕沒有辦法直接調整亮度 有用Netflix的用戶就知道 你只要上下滑就可以調整亮度 那你躲在背窩裡頭看影片的時候 就超級方便 那最後一點呢 韓劇名可能比較有感 就是有很多的韓劇都沒有更新中文片名 我隨便舉個例 比如說大力女子讀鳳生 Disney Plus其實是有提供它的中文字幕 但它只有韓文的片名 所以你在搜尋欄搜尋大力女子讀鳳生的話 是找不到這部片的 只能自己認照片看是不是自己要找到的劇 這點就會比較麻煩 還有很多人跟我說字幕太小了很討厭 但後面我也會跟大家分享幾個 很多人問那其實都可以調整的功能 那講完它的缺點之後 還是要來講一下優點吧 首先新用戶登入APP之後 應該發現大頭貼有超過200種 Daisley Plus旗下品牌的圖案可以選擇 雖然是小地方啦 但用戶打開APP的時候就會覺得蠻可愛的 而且有很多人會特地截圖案 然後在instagram上跟他分享 說自己訂閱了Daisley Plus 算是另類的宣傳吧 那第二個優點就是 用戶可以直接利用品牌找影片 因為很多人其實都不會記得片名 但會記得說 好像是迪士尼還是皮克斯的動畫片啊 這個時候你只要利用品牌來找影片就會相當方便 除此之外呢 Daisley Plus也有支援4K螢幕 所以有4K需求的觀眾應該會看得蠻爽的 第4個優點就是他的片名真的很多 有種片剛剛已經跟大家介紹過了 我覺得一個月花一杯在哪一家 就可以看到這麼多的影片還蠻划算的啦 最後一個也是我覺得最神奇的優點 就是他的字幕語言選項超多 每部影片基本的中文和英文字幕當然都有啦 但是像是漫威電影或是其他比較高人氣的作品 哇你仔細去看那個字幕語言選項有超多 你根本沒有看過的語言吧 那還有就是他的劇情姐姐非常的詳細 不像Netflix都是超白話一兩句直接帶過這樣 嗯 以上就是Disney Plus的優缺點給大家參考參考 簡單來說Disney Plus的費用分成月費型和年費型 月費的話是一個月繳270塊 然後12個月下來就是3240塊 但如果你直接選年費型的話是 繳2790塊 等於你少了1.7個月的費用 那Disney Plus跟Netflix很不一樣的是 一個帳號最多可以7個人共同使用 但如果你要同時觀看的話 最多只能支援4個不同裝置 所以如果你找4個人包括你自己分享的話 一個人是698塊相當於台幣700塊 那如果你想找7個人也可以 一個人就是399塊 但你必須確保這7個人不會同時上線 所以我還是會建議大家找4個人分就好 那這邊呢我想要推薦大家另外一個買法 就是用Shotbag買Disney Plus 我發誓我真的沒有收到Shotbag的業配 我也很想收到 但是這個買法確實是最划算的 如果你在Shotbag買月費方案的話 他會回饋你56塊現金 加上他們的App任務股利金又50塊 如果你買年費方案的話 就可以獲得420塊的現金回饋 跟450塊的任務獎勵金 也就是說如果你用Shotbag買Disney Plus的話 4個人分一個人就是593塊 整整省100多塊 所以我覺得還蠻划算的 那如果你的電信合約到期 又對Disney Plus有興趣的話 大家真的可以考慮轉到台灣大哥大 因為他們這次有強盜和Disney Plus的獨家合作 在此保證我也沒有幫台哥大業配 但因為我剛好電信合約有到期 我就順便打電話去問線上客服 台哥大的線上客服是說 現在只要4G、5G以上的吃到飽方案 都可以享有24個月的Disney Plus 這個費用確實很划算 但是這個客服有說 每個門市的優惠方案都不一樣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找到更優惠的方案的話 肯定要自己到各個門市去了解 首先先來回答一下最多人的提問 怎麼調整介面的語言 我說我不是字幕語言的選項 那個在影片的右上角就有了 因為一開始打開Disney Plus是英文介面 所以如果你要改成中文介面的話 先點選你的頭貼 然後按下編輯使用者資料 再點進去你的頭貼之後 你就會看到下方有一個App Language 再把它改成中文就好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 怎麼調整字幕還有字型大小 其實在Disney Plus的官網都有教學啦 如果你是安卓手機的用戶的話 或在下方資訊欄補上它的教學連結 那iPhone的觀眾呢 首先你先打開設定裡面的輔助使用 然後選取字幕與隱藏式字幕之後 再點選樣式 裡面你就可以調整你要的字型大小等等 你也可以在最下面的新增樣式 選一個你喜歡的字型大小和顏色 那其他的介面使用其實還蠻容易就可以上手的 所以應該不需要我多做介紹 那如果你們還有什麼疑惑的話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給我 好最關鍵的問題來了 很多人都會拿Netflix和Disney Plus做比較 但我覺得他們除了使用介面比較像之外 騙人優勢完全不一樣 要不要買Disney Plus真的要看你的個人需求是什麼 像我是喜歡漫威我也喜歡國家地理 但同時我也喜歡Netflix的自製劇還有試鏡秀 所以對我來說一個月花兩杯珍奶的錢 就可以看到兩個平台的作品 我自己是覺得蠻划算的啦 那我在整理第一家資料的時候 我不是前面有收不打電話給台哥大客服嗎 結果他跟我說了一個很震驚的消息 明年開始在Disney Plus上面有的內容 在電視台、地視台會全面下架 也就是說以後什麼漫威、電影、卡通、國家地理等等 你在電視上是看不到的 我為了確認那個客服說的試真試假 還有特地去找資料 結果真的有看到一則新聞說 台灣迪士尼頻道在Facebook上宣布 2021年1月1號將停止在台灣營運 以後如果你想要看到這些內容 一定要訂閱Disney Plus才看得到 對這樣有增加大家的誘因嗎 所以如果喜歡看電視的觀眾 這個資訊給大家參考參考 那另外還有兩種人我覺得很適合訂閱Disney Plus 第一就是家裡有小朋友的 以後小朋友下課你只要打開Disney Plus 哇他們就會坐在電視機前面看卡通 都不會吵你就是他也開心你也開心 然後週末的時候全家大小孩 還可以在客廳看個皮克斯電影 那第二種很適合的族群就是 和家長、長輩同住的人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因為Netflix的片源確實有很多 十八鏡甚至比較裸露的影片 那Disney Plus的片源確實有比較多 合家觀賞的類型 所以你跟媽媽一起看影片就不會那麼尷尬了 那整體來說可能是因為Netflix用太久 使用介面還有點不習慣 也覺得有一些地方可以再趕進 但目前為止我用的還是蠻開心的 所以很推薦大家可以直接用力的訂下去 好那以上就是我對Disney Plus 使用不到一週的心得 因為我拍片今天其實他還上架不到一週 那如果你們有任何的問題或是有任何的Disney Plus 就對不上還蠻奇妙的啦 這可能是Disney Plus之後還要再修正的部分啦 nung 或是